在美國佛羅里達州的海湖莊園 備受各方關注的川席會已經落下帷幕 在這次川席會的會場外 一直有法輪功學員和其他團體高舉橫幅 表達各自的訴求 法輪功團體以和平理性的申訴方式 獲得了各界的稱讚 我們一起來看看詳細報導 4月6號和7號 美國總統川普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 在美國佛羅里達州的海湖莊園 舉行了雙方的第一次會晤 法輪功學員聚集在佛羅里達州棕櫚灘市的四個地點 他們舉著法辦江澤民停止迫害法輪功等橫幅 呼籲習近平立即制止對法輪功的迫害 把迫害法輪功的元凶江澤民繩之以法 不管是誰在修煉大法 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對身體也好 或者對自己道德品質提高也好 肯定是受益良多的 中國共產黨在國內破壞法輪功也這麼長時間了 特別是他們講咱們法輪功是邪教 就等於是說我也是邪教的一份子 那當然是不可能讓這種事情存在 因為我們不是練邪教也不是什麼邪的東西 我們是真正的做好人嘛 那當然要給他們說清楚這個事情 平和的表達一個訴求 就是我們只是想停止迫害法輪功 僅此而已 參加現場申訴的紐約法輪功學員李先生表示 迫害法輪功的元凶是江澤民 雖然他下臺了 但跟隨他的那些人還在繼續實施迫害 這次活動的訴求就是要求承辦江澤民這個元凶 同時也想提醒世人善惡有報 有法輪功學員表示 兩次經過的習近平車隊看到了橫幅傳遞的資訊 而在海湖莊園附近的濱漢島的部分法輪功學員 得到了當地執勤警察的高度讚揚 在滴漢島執勤的警察負責人 讓新人法輪功學員瑪利亞轉告 在滴漢島的法輪功學員 你們的祥和給予我們深刻印象 你們是我們所遇到的最棒的最好合作的團體 我們不知道法輪功是什麼 但是從你們身上我們看到了它的美好 我們在執勤公務期間不便接受你們的傳單 但是如果你們將來在警局放一些 我們會非常感激 我們想更多的瞭解法輪功 根據媒體報導 這次中領館組織了約3000人 自稱是紅螞蟻的歡迎隊伍 除了騷擾異議人士或維權人士 他們中的一些人還在習近平下榻的賓館外面 故意遮擋法輪功學員的橫幅 知情警察們在4月6號看到法輪功的和平理性 以及中領館歡迎隊伍的拙劣表現後 4月7號從法輪功學員那裡學會了中文 並用中文要求那些歡迎人群馬上離開 不要騷擾法輪功學員 歡迎人群中的一些人還在現場高分貝的播放歌曲 其中反覆播放包括宣傳抗美援朝的反美歌曲 《我的祖國》 這讓歡迎人群看上去更像是中領館組織的反美行動 至少三家當地電視媒體採訪了5位法輪功學員 詢問集會的訴求 因為法輪功學員的安靜祥和 給他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些騷擾人群主動請求被採訪 但記者說 我為什麼要採訪你們 我不會給你們機會的 參加現場申訴的法輪功學員吳鳳英表示 法輪功學員按照真善忍做好人 沒有違反任何國家法律法紀 卻在大陸被迫害 不僅被迫害 還有很多法輪功學員被活摘器官 吳鳳英說 在中國大陸的學生教科書中 都有抹黑法輪功的課文 考試中也都有抹黑法輪功的試題 這樣的教育 讓很多人仇恨法輪功 為了讓中國同胞明白真相 有一個好的未來 所以他們堅持和平理性的講述法輪功真相 這是真正的愛國 愛中國人 歡迎回來 接著來關注中國大陸的人權狀況 浙江三門縣法輪功學員葉錦月 在生活中幫助過很多人 因為堅守法輪大法真、善、忍的原則 被當地看守所非法關押一年多後 被迫害至生命垂危 4月12號 落成的部分法輪功學員 匯集到中領館前 呼籲相關部門釋放葉錦月 法輪功修煉者葉錦月 在朋友眼中 是一刻樂於助人的熱心腸 15年初的時候 我自己也是有一次身體不適 就沒有地方去 所以當時聯繫到葉錦月以後 她就是說 馬上就同意 就是能夠收留我在她家裡 然而 中共長期非法迫害 導致葉錦月不得不與丈夫離婚 而又背井離鄉去往上海 2016年3月 三門縣當局以張貼法輪功真相標語為由 把葉錦月從上海的家中抓走 當地呢 就是想要把這個做成一個大案 然後把它作為一個典型 專門迫害法輪功學員的610組織 為逼迫葉錦月認罪 恐嚇她 如果委託外地為權律師 就要加重判刑 葉錦月不從 並遭到看守所長期關押 近期 葉錦月身體出現重大病症 卻仍不得與家人會面 為營救葉錦月 數十位洛杉磯法輪功學員參加了集會 並向中共當局遞交呼籲信 要求停止迫害葉錦月以及其他法輪功學員 新唐人記者李子文 劉寧 洛杉磯採訪報導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北京密雲區泰斯屯鎮做建材生意的法輪功學員夏書芳 今年的1月2號被當地派出所無端抓捕 至今仍然被關押在密雲看守所內 當地民眾介紹說 泰斯屯鎮派出所綁架夏書芳 是為了爭奪優秀社區民警單位 據法輪大法民會網報導 當地很多民眾對派出所的做法非常的氣憤 2月份就有150多人聯名要求無罪釋放夏書芳 4月份簽名要求警方放人的民眾又增加了407人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北京法輪功學員秦守榮起訴延慶公安分局一案 4月12號獲得延慶區法院立案 據法輪大法明會網報導 秦守榮4月7號向延慶法院遞交行政起訴狀 當時法院的工作人員告訴秦守榮說要上報 等研究後才能決定是否立案 12號 法院通知秦守榮她的訴狀已經被立案 叫她到法院去交訴訟費 報導說 這意味著秦守榮將坐在原告席上 用法律來維護自己信仰自由的權利 而警察的違法執法行為呢 也將在法庭上公布 接受法律的裁決 延慶公安分局的警察2015年11月26號 無端闖入秦守榮家 進行非法搜查 並將秦守榮刑事拘留 12月25號有變更強制措施改為取保候審 之後呢 延慶分局將案件移送延慶檢察院審查起訴 檢察院認為證據不足 做出不起訴的決定 延慶分局隨後也撤銷了案件 但是撤案之後 延慶分局又做出行政拘留15天的處罰決定 秦守榮在起訴書中說 延慶分局在她沒有犯罪行為的前提下 錯誤的對她採取刑事拘留及取保候審的強制措施 並在延慶檢察院做出不起訴決定後 又違法對她做出行政拘留15天的處罰決定 屬於濫用職權 秦守榮在起訴書中要求延慶分局撤銷錯誤的行政處罰決定 並公開承認錯誤 賠禮道歉 賠償因此事所造成的一切經濟損失和精神損害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仍然沒有停止 今年3月份又有110名法輪功學員被非法判刑 還有96人被非法庭審 據法輪大法明慧網報導 迫害最為嚴重的地區是遼寧省 從3月1號到4月5號短短的30多天的時間 就非法判刑31人 非法庭審21人 明慧網說 根據不完全統計 3月份一個月內 有57名中國大陸的律師 在法庭上為法輪功學員做了無罪辯護 律師們普遍認為 法輪功學員信仰真善忍無罪 傳播法輪功真相無罪 而且依據中共現行的公務員法 警察法 檢察官法 法官法等法律 中國大陸的公檢法人員 對法輪功學員的無證搜查 隨意抄家 非法取證 延期留置 非法拘留 違法批捕 違法審判等等 都是執法犯法 必將受到刑事制裁 根據《明慧網》報導 山西省碩州市淮仁縣法輪功學員張樹勇 因為向中共喉舌 央視郵寄了一封信息公開申請書 被當地國保綁架 目前還被非法關押在看守所內 那麼張樹勇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讓中共急著要非法抓走他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下面的報導 事情發生在2017年1月14號 央視的一則新聞報導稱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在全國高級法院院長會議講話中誹謗法輪功 山西的法輪功學員張樹勇等人看到此則新聞 依法要求央視公開該則新聞報導內容依據的相關文件 並公開與此相關的錄音錄像及責任人名單 因為如此 2017年2月16號 淮仁縣公安局610國保大隊隊長張向東 或同當地警察闖入張樹勇家中強行將他帶走 目前張樹勇已被轉到碩州市平魯區開守所非法關押 據瞭解 中共最高檢察院最高法院再次出臺的最新司法解釋 其中隱含有針對法輪功學員迫害的內容 梁高的現任責任人周強、曹建明 在當今超過20萬法輪功學員及家屬 真名控告江澤民的情況下 企圖引導各級政法系統人員繼續參與迫害 為繼續維持迫害 編造所謂的法律依據 法輪功人權代表陳時仲表示 在此之前 從1999年到2002年 所謂兩高解釋這盤冷販 已經被翻炒過兩次了 法輪功人權代表陳時仲表示 在此之前 從1999年到2002年 所謂兩高解釋這盤冷販 已經被翻炒過兩次了 陳時仲表示 兩高所謂的解釋 每次新增的內容 其實就是反映法輪功學員 學員揭露迫害真相的方式越來越多樣 力度越來越強 據明慧資料記載 兩高司法解釋的出臺 最早是在1999年由江澤民利用手中權力 組建非法組織610 超越國家體制 私自發動對法輪功吸氧群體的迫害 資料顯示 現任最高法院院長周強 自中共江澤民犯罪集團迫害法輪功以來 追隨江市參與迫害 周強在2007年2月至2012年分別擔任 湖南省長 省委書記期間 湖南省當局對法輪功學員 肆意非法抓捕 勞教 判刑 導致湖南省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人數 居全國前10位之內 現任最高檢察院院長曹建明 緊跟將的迫害政策 在當時中共媒體喉舌新華社的通稿中 他公開發表誹謗法輪功的言論 一個月後 曹建明從華東政法學院院長 被提升為中共最高法院黨組成員 國家法官學院院長